大家好,我是周定遠 今天這支影片是期末Project Arduino的demo影片 然後今天我選擇的主題是Sensor 還有Sensor and Feedback 為主題 然後今天我Sensor是量測障礙物之間的距離 然後有障礙物小於50公分的話會發出 風鳴器會發出聲響 然後我們直接先介紹我們的 組件好了 然後我們這裡可以看到我手指的地方是 我們的感測器 它會量測前面它與障礙物的距離 然後並回饋到 Adrelo系統 然後 這邊是這個Hasel是風鳴器 然後這邊我還沒接上去是等一下 我怕他 開始嗶嗶叫亂嗶嗶叫 然後這邊 看到開發版 這次我選用的是 ESP32S 為 我們的開發版 對 然後這也是可以作為 呃 這個開發版可以連到WiFi然後回饋到我們的手機裡 連WiFi回饋到我們的手機裡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我們的示範環節好了 好 我調整一下鏡頭 然後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左半邊喔 左半邊是我們的 呃 系統的output 然後 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 51是我們 兩 感測器output的距離 迴客的距離 output的距離 對 然後我們現在馬上來 進入我們 測試距離的環節 然後今天 我剛剛有講說我們今天 設定的標準是 小於50公分 呃就風鳴器 感測器如果感測到 離障礙50公分以內的話 風鳴器就會開始 呃 叫 對 好 好我們先 看一下我們現在已經 我剛剛就已經開始 兩側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呃 這個 感測器到這個 牆壁的距離 大概是 可以看到是 大概 53左右 差不多 在50左右 可是 大於50 所以說現在 就算我接上 風鳴器的話 它 呃 它也不會開始叫 好今天 呃 現在50 現在是52 然後我現在把手 放近一點 應該是小於 會小於50的 來我們看一下 看 呃 也沒有聽到 蜂蜜器開始 叫了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現在 呃的距離是42 然後我再把手放近一點 可能要等它一下我們這個output的 時間有點 會隔稍微一段時間 會看到我們的距離 呃 變成18 變得更近了一點 我的手放更近 然後現在我把手放更近一點 這麼近 這麼近 讓它看看會不會 兩側的距離 是不是 是否正確 然後看到我們現在距離只剩3而已 非常少 非常少 對 然後我再 放遠一點 不好意思 我會看到我們距離大概是22 回到剛剛18的距離 我手也在差不多為止 所以我們 量測的距離是 精準 啊 如果要更確定精準的話 我們就把手放開 讓它回到剛剛的狀態 好現在我們 蜂鳴器已經停止叫了 然後我們再看看一下我們的Distance 大概多少 OK看到我們Distance回到了53 有沒有看到 然後蜂鳴器有在叫 所以說我們 這個系統的 感測器感測的距離是 是大致正確的 是正確的 呃 好 呃我們今天 大概 就 Demo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主角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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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